尤其是你在一个航道里面时间长的话 你必须要付出更加多的努力去做一件事 要不是它的味道就会没了 90年代的香港有一句话 你红红的过黎明吗 身为香港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 在最红的时候不仅粉丝数量碾压其他天王 连韩国人都爱他 除此之外 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那就是慈善大使 他曾发起或参与多项慈善活动 借助自己本身的影响力来筹款 更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多年 曾替8000多万名中国大陆儿童 筹款购买小儿麻痹症疫苗 创下慈善活动受惠人数最多的金氏世界纪录 而促使黎明行善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他曾与父亲离爱时向上天许愿 若父亲的手术能顺利度过 他就多做善事回馈社会 而是童年时父母离异 加上经常被托儿索老师打骂 因此多选择帮助小朋友 避免幼小的他们受到不公平对待 黎明做慈善做到成为香港唯一拿过三枚勋章的议员 更是首位持有高级官员才能使用的红色联合国通行证的华人 他曾表示做善事是看个人的能力及时间 不会为做善事而做善事 而且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自己也有得益 可见黎明的慈善是从心而发 不是做给外界看的 而他能花这么多心思致力于慈善事业 绝对与他在演艺圈的成功有关 1966年黎明在北京出生 4岁和黎爸移民香港 14岁时父母离婚 为了不让小孩受到影响 黎爸把小黎明送到了英国 直到19岁他回香港放暑假 绅士的气质 王子的外表 让他受到心探青睐 被找去拍戏 也勾起了他的心梦 后来是因为我就参加一个新秀歌唱比赛 我爸爸不让我参加 为什么 我不想你当明星 就这么紧张 那我说给我试一次 我能进的话 我就留下来 我就不想再去回英国了 我留不下来的话 我就继续回英国 回英国电书 那最后我刚好进了第三名 就留下来了 就留下来了 对 那爸爸也就认可了 认可了 他觉得不可能 我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黎明 明明参加了歌唱比赛 却当起了演员 当时年仅23岁的他 传出拍戏时间 常常迟到早退 还把跑车开进片场 不久后就被香港无线电视台高层封杀 那你刚出道的这个时候 有没有就整个你的这个演绎的这个经历当中 有没有会有一段 比如说特别不如意 或者说被冷落 甚至被血藏的这样的经历 肯定有 因为那时候在无线发展的时候 你 也不能说人家不对 你 你 你整个你开始出道的时候 有一天我们去拍一个叫录影带 录影带就是说 那是不会在香港本土播放的影片 叫电视录影带 电视录影带就是专攻卖去海外的 那我们就拍 那导演第一天在旁边见到我 看了我样子拿剧本 我说导演 他说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倒霉 我要去拍你 那我就很 我就很莫名其妙 那当 那时候拍完那部戏的时候 当然是给导演写了很多报告 有的是我自己不好 有的事也是 就是 人家对我的观点不太好 所以就没有机会 无奈之下 他远赴台湾发展 拍摄了电视剧《风云时代》 演唱的片委屈风云陈烟红遍大街小巷 黎明就这样在台湾火了起来 高人气让他再度被TVB关注 1990年找他回来拍了《人在边缘》 凭借对剧中人物的完美演绎 让他直接晋升为新一代男神 同年发行的首张专辑 套一首相逢在雨中 获得香港电台中文时大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影响 至此他的星途不断攀升 拿奖拿到手软 当时还流传着你红红的过黎明吗 这句金句 就连前南韩总统卢武炫也曾提到他在韩国是家喻不小的明星 只要有他的场合 都是压轴出场 颁奖典礼上全都是去看他的迷姐迷妹们 1999年他在演唱会上 宣布不再参与香港乐坛的颁奖典礼 也不会领奖 把机会让给新人 天王之所以为天王 果然是有他不同于常人之处啊 只是黎明事业走来顺遂 感情路上却相反 他与舒淇谈过七年感情 当时黎明已是天王 舒淇则还在艳星转型期 这段不对等的感情 不仅粉丝强力反对 黎爸也不愿意接受舒淇当媳妇 最后只能分手收场 你们俩的分手是不是社会造成原因 就是外界的原因给造成 你说哪个 舒淇 算是心痛吧 每个人都会有痛 没有痛就不可能会在一起 初恋是十几啊 我特好奇 初恋 18 18 18 19 2000年他与乐基尔相识 八年后携手步入礼堂 黎明相当疼乐基尔 名车 豪宅 游艇全都送 零零总总算起来 花费高达7.5亿港币 可惜最终人因个性不合 四年离婚告终 父母的这个离婚的阴影 会不会到现在都影响你对婚姻的看法 因为爸爸跟母亲很快 我14岁的时候 他们两个影分开了 那变成我只是跟父亲那一面 我没有母亲那一面 去跟我讲怎么去 跟女孩子的性格各方面的东西 所以你后来在这个情感方面 会遇到很多困扰吗 其实我自己因为不了解 很多时候会单方面一厢情愿的去 其实你太过一厢情愿的话 我觉得这样子反而女孩子都受不了 你譬如说过分照顾过分 什么都过分的话 就是就变成父亲了嘛 对不对 就不是一个 就你投入的很快是这个意思吗 你一下真的会非常痛苦 可能我投入会令人家受不了 是吗 可能会 受不了的时候你自己也不知道 变成令人家去 去可能去忍受一些东西 后来相反自己也会不好 感情生活沉寂一段时间 黎明在2018年突然宣布自己当罢了 孩子的妈是小她19岁的助理阿温 而本来就够低调的她 有了宝贝女儿后更加低调 还说每晚10点半都在陪睡呢 尽管昔日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 已经找不回过往风光 但身边有着相伴一生的爱人与可爱的女儿 也可说是人生胜利组了